這很不合理 他其實 眼到人的話還蠻痛的 這對阿 但是 就畢竟 你知道 因為平常是打遠程角色 我這邊 沒時間直接反掉 毫不給機會嗎 硬反你的四個眼睛 這邊因為眼睛被反掉 所以決定要進去插一個對角的眼 因為距離的關係 顯然如果HK在這裡有這麼多人 他顯然也不是很容易可以走過來 所以索娜就比較大膽的進去插了 突然發現GIA好像沒有要逆EU欸 怎麼辦呢 怎麼辦呢 我們講了這麼久 怎麼辦呢 我們拆了半天 結果他 欸 不給面子 啊 給點面子好嗎 看起來是真的沒有啦 因為感覺是真心要幫菲愛起來 那他都蹲在那邊 和樂融融 其實HK這邊算是蠻謹慎的 有點擔心 GIA全體躲在紅BUFF處 喔 這邊眼睛有看到 喔 看見了李星的起手點 這時候兩個人感覺會在差不多 差不多的時間抵達上路 欸 喔 而且這個菲愛一等是點W的 菲愛一等點W的話就是吃的比較快 可是耗血會比較多 沒錯 不會因為他是刀無水 所以他的水罐是挺多的 只要李星沒有衝進他的將狗去堵他的話 其實他也把他衝進去 覺得是相當有機會的 對 衝進去了 兩個人同時抵達 而且菲愛其實是在眼睛的監視下 李星的Q1中了 喔 這邊被看到了 菲愛拉出來 不太敢跟李星對抗 而傑其實比古拉格斯更先一步 喔 沒有 古拉格斯把傑逼回去了 菲愛這裡有機會嗎 李星有中 他快要中下去了 中完了 紅BUFF不見著 直接被搶走了 這個連一點點對抗的辦法都沒有 就是眼睜睜看紅BUFF被拿走其實還蠻傷的 菲愛在他還沒三等之間 被走了 他這邊不交閃他可能就是有可能被打到死 真不愧是軟趴趴的索納 在塔下被恐出來是最傷的啊 就是傷不起啊 我還是覺得他們應該要逆移我 他們這個下路也太難過了吧 何苦呢 哇 蟻星 Really 沒有 反個雙十項 對 四個雙十項 菲愛是走掉了 有可能有被飼鬼眼偵測到 反正 他在那個紅BUFF的右邊有一隻眼 可能有看到菲愛往下走 所以 就這樣子看到菲愛去苦苦的吃了三郎之後呢 李星這一趟可以說是肥到流油 他剛才回家 我聽起來怪怪的 他回家還吃完了自己的藍BUFF 然後再衝出來再吃掉你的飼鬼 四個BUFF吃了三個還不夠 還要再吃你的雙十項 然後再吃你這個吃你那個 不過我覺得菲愛要崩潰啊 他還有三等 勉強OK 勉強是在三等 他好像想要打個 打個帥一點的play喔 他剛才用 拉拳過龍 池子上來之後呢 這個位置 HKA是無視野 而且小兵也沒有要過來 看到的預警稍微有點晚 可是這個飯的血量怎麼好像有點少 庫吉飛掉了之後呢 當然是以稻草案為目標 交閃線以後給他觸發W 然後這個釘牆沒釘到 不然庫吉已經殺掉了 那會是一個很帥的雙殺 雖然可惜 不過菲愛還是拿到了手殺 欸其實這個 道場人剛剛應該是有機會 閃掉那個 非愛的那個 衝拳 欸 如果沒閃掉就 定了 我覺得剛剛沒閃掉 其實閃線也不用交了 因為你交了他就交閃追上 欸就 溫死了 上過的石頭人對上加紋 看起來石頭人血比較稍微少一點 不過 覺得這兩隻應該是不會打出什麼東西啊 因為石頭人一開始一定是被壓的嘛 這角色對線還贏還帶著TP 這要壓人也太不可思議了 那我覺得 那我覺得大家都會選 如果他帶TP還可以壓贏家 那大家都選石頭人就保 欸他曾經是 有辦法壓人 不過在 眾多次的砍手砍腳的時候 就不小心被剁斷了 那角色以前是 在古代是有點過分 你知道古代是沒有加紋 也沒有 也沒有蓋倫 嗯 喔 回頭看中路果然是 就不太會發生什麼事情 非常和平 你想要兵我也想要兵 那大家都吃一些兵 岂不是皆大歡喜 喔 飛在這邊好像 想要給 想要給 加倫 想要給加倫的屁股一個爆發 喔 加倫在這時候 把Q用完了 就有點尷尬 可是飛翰也Q空拳了 所以兩邊是一樣尷尬 應該是打不死 打不死喔 因為他馬上就要爆 哇下路受到了 李星的Gank 索娜看起來是要挫的 因為他沒有閃現 呃 也看得出來范已經是很努力了 但是就這麼 就這麼點傷害 喔 這個李星 所以是因為他血還很多李星 應該是不會Q2他 衝突發生什麼事 古曜格斯突然 這個大出血 然後 哇 喔打到了 哇這樣可是石頭人 是位置 起死的位置 沒有辦法立刻滾他一個 如果 倒應該也不會死 因為加王還是有閃現 喔 而且非愛 非愛的閃現 剛剛在下路已經交掉了 沒錯 起手的時候 就是一開始的 一個first blood 已經交了閃現 欸 我們可以看到現在下路 范已經輸了 將近20隻兵了 欸 絕向其實 范的這個角色最需要 就是後期的成長 當他前期過得如此慘痛的話 他這個後期 應該就不會有後期啦 對啊 你要怎麼樣等到後期 都是一個問題 喔 趁機吃上路的餅 江狗最快樂的時光 快樂的時光 就是當你gank那一路 然後線上的人回家 或是死掉的時候 是最棒 雖然說這個 喔 這邊藍buff要被搶了嗎 這裡已經反野不遺餘力 尤其是 起手就已經占了非愛 大大的便宜之後呢 這個進來 拿走藍buff 自己上6 然後 GIA掉了藍 這太... 哇 而且GIA的下路是0視野 欸 欸 他怎麼 他怎麼放過他們了 他...他竟然沒去 比人真好 比人真好 他想要自己的紅 好的 吃完紅 更可更有力 飛愛走過來 發現這個殘...殘酷的事實 只能試著接受 所以這個理解到這個時間點來看 他往他的紅buff衝 還可以剛好再撞一次飛愛 對 飛愛兩個buff都拿不到 我覺得飛愛只能勇敢 他現在只能唱只能勇敢 哈哈哈哈哈哈 可是沒辦法啊 他都已經被偷了 被偷成這麼慘 然後... 就...下路也是... 哭哭崩壞 所以... 就不知道該如何是好 已經... 剛還稍微繞下去吃了雙十項 所以現在要進他的紅的話是稍慢 欸 覺得現在... GIA的整體... 經濟來講還沒有... 崩潰 還...還...還OK 才輸1K而已 嗯 而且這個石頭人是有TP的 嗯 可以感覺... 下一波這個TP的點 就會將會是... GIA打出一個大破口的關鍵 嗯 如果這個下路 他這個點 有辦法擊殺到兩個人的話 甚至是打退就好 他們在拿這條龍 經濟就回來了 嘿 總體而言是... 就像你說的沒有落後那麼大啦 雖然說我們Focus在... Jungle跟下路的時候會說他們輸了一些 喔 輸了不少 但是如果說... 打一波大的... 通常在這種1K以內的差距 打一波大的反超都是很容易的 對 李星來到上路 不過你們兩個真的想要... 好 這要看李星踢得怎麼樣 因為你們兩個真的想要踢這個石頭人 我覺得也是... 先戳沒戳到 然後吃一下糖 感覺這個... 這個佳玟裝白癡裝得還蠻像的 他還... 就是演得非常的像 可惜這石頭人 非常的愛好和平 他說我只想要冰 欸我只想吃那個冰 又是一個只想吃冰的男人 他演得很像...欸 石頭人完全不上當 不為所動 啊走出來了 來了 這架子到底會遭遇到什麼樣的攻擊呢 不過李星是沒有眼睛可以摸的啊 所以他... 要進石頭人的背後 好吧他還是進到石頭人的背後 石頭人要撞他們了 肯定是這樣子的 然後再... 滾他一個緩速之後呢 然後就這麼低拉回來他一下 而且他... 還有閃現沒用 這個李打死有一段相當大的距離 相當大的距離 不過佳文... 佳文的大絕其實也沒用 就大不了就是... 就是逼個閃吧 對 不過我覺得逼個閃其實也不錯啦 奇怪的就是... 譬如說像... 剛才就是... 可以大逼他閃 但是他沒有這麼做 理論上用大逼到閃 這個交易是蠻划算的 因為你暫時... 除了在這個跟石頭人對打之外 你也沒有什麼其他事 又不是說... 除非他等一下打轉 說我等一下就要立刻recall完 立刻... 全隊都去下路吃龍 所以我這個大絕要省起來 這樣就有道理 但是不然的話 你用大換他閃 怎麼樣都是你賺的 對啊 這一波... 感覺GI還是沒有抓到這個... 用他這個TP的點 他TP就等於擺在這邊就浪費了 其實還蠻可惜的 不過石頭人大絕剛才也已經... 逃生用掉了 所以現在還有一半的CD時間 現在... 也不知道要傳什麼東西 現在石頭人傳出來就是... 嗯... 我假裝我有大 看你會不會flash 看到石頭人瞬間人人都在flash這樣 看會不會發生這麼奇怪的事 哇這是什麼... 什麼左右護法嗎 左右蹲法還差不多 左右蹲法 跳出來了跳出來了 孔到了孔到了 主要可是... 有大... 哎呀這個閘的位置不是太好 這... 這九筒死得好淒慘 對... 我們為他默哀三秒鐘 吃了... 三個人的聯合攻擊 就是他... 他的九筒 他的大九筒 因為他醒來的時間 其實比較晚 然後... 就是傑已經打了他半套 而且他... 九筒又只有K到... 稻草人分 就是傑沒有離他而去 所以他就是真的死得滿慘 好這時候傑的扣大 就顯得超級有道理 你看我在下路這個地方吃龍 還有大誰敢來我就蓋誰槍 就是這種感覺 那... 有的時候... 就這樣啦 就是... 如果他有這個計畫的話 他剛才上路不用大逼閃 是不是... 還OK 這一波... HK打得非常漂亮喔 他... 擊殺了中路 順便拿掉龍 就把經濟... 經濟順技... 順利的拉到了2K 我今天怎麼好像一直... 卡到... 怪怪的 各種吃螺絲 沒關係沒關係 慢慢來慢慢 可能你也被攻擊 我也沒攻... 你也被DDOS 哈哈哈哈 有這個可能性 好那... 回...回看下路 下路這個塔也快要守不住的GIA 感覺就是慢慢的在崩壞 慢慢的在崩壞 慢慢的在崩壞 慢慢的在毀滅 喔...時候終於來了 而且這次終於有大絕的飛完的酷奇 再也沒有逃脫的方法 再被接了一個非常... 呃...流暢的... 所大大絕 還想跑 王拿跑 這個旅扣會不會稍微天真的點 有點可愛 不過說真的 他也沒地方跑了 就... 啊...又來一次 GET COOL 他要大他了 啊...死了 死的好慘 這好慘 這個... 這個... 上塔還跟著要一起掉 非常的慘 就是... 雖然下路拿了一波 喔...就是這一波GIA想要把下塔拿下來 那還是... 那可能加減還不錯 應該說他們也沒東西拿 這是他們對他們目前而言 最有經濟的東西 對... 而且也沒有龍了 其實有點可惜 然後這個藍buff又要被李星給偷走了 又...又一個 又一個 而且古拉格斯還是躺著的 喔...他也沒有什麼抵抗的能力 沒有任何抵抗的能力 真的 而且上塔 好像要守住了 不過這個塔剩這個血 有守住跟沒守住一樣啊 這邊守住都是一樣的啊 等一下李星RECO就要往上走了 他不一定會RECO再往上走 他可能會直接往上走 他可能會直接往上走 欸...我看他挺健康的喔 整個人好好的 所以...他很有可能會直接往上走 欸...我剛剛想說吃完藍可以... 比扣補的弓嘛 我好像不用了 他想要吃個紅 哈哈... 應該不至於... 不至於這麼殘忍 好... 石頭人其實是沒有大的喔 如果他有在毒秒的話 石頭人其實是沒有大的 這一個... 他們就算是真的要在紅這邊滷小野 是完全辦得到 一開始可以看到中路兩邊的吃兵數是 食品很長一段時間 一直到八十多隻兵的時候都是吃品 結果...這個...酒桶慘遭不測 被... 被來了兩次之後就... 一瀉不止 這個已經到了... 四十左右的CSX 相當的大 哇...不過這個飯有拿到三個頭 飯子有飛到 欸...還不錯 好不好有機會 欸...包括那個... 飛啊一開始到下路交閃線打出來的FB 到剛才下路傳送下來以後 兩個擊殺讓頭都相當準確 感覺這一場... GIA唯一的希望就是... 就是這個飯 他們要是沒有辦法把它保好的話 會戰就不用打了 呵... 還是說真的到了... 這個因為他們的陣容啊 你看喔 既有飛啊又有石頭人 又有古拉格斯 又有索娜 就是... 其實算是蠻認真的打算 替他創造一個輸出的空間啦 所以會戰的時候有沒有辦法 讓他好好的把全部輸出 通通打出來 就是一個關鍵 就... 飯跟石頭人 欸不是飯 這個... 飛愛跟這個石頭人 是兩大衝牌角嘛 完全就是針對對方AD 或者是... 中路這個刺客角來的 那只要在這個... 姊妹衝的情況下 飯應該是不太可能 被剩下來的人收掉的 沒錯 哇... 直接就大了 這個陣好像... 不如逃跑比較好一點 喔... 不過... 其實對他造草人傷害還蠻低的 其實這個時候打算再陣上去 一刀同死 這個古拉格斯好狠啊 趴上... 喔...他要Double了喔 他Double... 喔... 剛才這個血量看起來 就是一點要Double樣的 這...這下...這下... 欸...喔...他被燒死 有下檔 那是不是... 這裡... 又遭到... 對啊...又遭到稻草人跳大 然後四個人... 喔...圍毆上路... 這... 五馬分屍... 五馬分屍... 四馬分屍... 然後再爆一個喪惡塔的話 我覺得GIA就有一點一去不復返 欸...這個... 他們幾乎在外塔全爆的情況下 我覺得... 而且龍也快生啦 再一分鐘 這個龍是不可能守住啦 這個龍一旦掉的話 說真的連巴龍我覺得也不太好守 我覺得...已經到了... 在這種點上面已經到了五千的經濟差的時候 你補過裝以後你會看到... 崩潰的開始 因為... 光看捷的裝備 他在... 呃...HKA上面也算是最肥的 然後他311跟179CS 他裝備肥到可怕 他有兩件大裝 這個應該是... 小鐵如你啊 會被他... 會被他... 會被他Q到應該這個飯就會掉三分之一啊 那你想想看 就是他可能連殺飯連大都不用 欸...他只要... 只要... 只要...大絕拿來當位移用 欸...對對對 他只要滑上去然後... 各按一下就死了 他如果各按一下砍他一刀 那個是必死啊 爆炸就死了 而且傑里... 傑里也已經14級了 即將要... 那個... 他即將要扣關16級 你知道16級之後那個... 督完一套 16級就是一個... 他就不再是傑了 他就是一個有三等大絕的傑 又來 那...那...那... 還是一個傑啊 好像也是欸 他就變成傑之中的霸主 還是傑 還是個傑 還是個傑 欸... 不過當然雖然說他還是個傑 就是...說起來還是個傑 但是那真的會變成說 他大完以後轉一下飛鏢然後... 轉身就走 然後...那個飯就死掉了 所以在後面... 然後就死掉了 喔...果然是龍 喔... GIA的石頭人傳送了 感覺這一波想要硬打了 可是他傳的位置好爛喔 因為附近沒有眼睛 他傳在很遠的地方 沒關係他可以偷偷摸摸的摸過來嘛 欸...但是全世界都知道他還在... 不過這邊HKA果斷放龍 真的假的 應該是不會... 我覺得他應該... 我覺得他們... 很明顯... 看起來有...有要打的意思啊 只是在喬... 只是在喬位置 來看看他到底會怎麼樣 欸欸... 哇... 最好是一個Q1 然後就... 就... 就...就打掉了喔 然後這個時候佳文跳進來 然後呢 稻草人也跳進來 各種... 各種AE技 下雨一般的落在GIA的頭上 喔...其實也不用這個... 小細解釋到底是人怎麼死的 因為... 來不及講 因為... 因為怎麼死的我都還沒看到他們就死了 我還是要稍微講一下 就是這個佳文的... 哇... 哇...沒... 沒督到 欸...EQ連亂失敗 不過騙到一個閃現 Worth It 欸...Worth It 哇...在這個佳文... 大絕蓋下去的那些剎那 全部人一起飛出去 結果... 還...還沒看到飯的影子 飯就死了 欸...好噶 這個... 這個... 重擊失敗其實李星連... 重都沒有按 就... 飛一個Q1 然後就偷到龍 就... 好噶... 好...好噶... 可能... 飛愛這邊抖了一下 因為飛愛的重擊 看起來像是抖了一下 種下去以後 剛好被他... 剛好送他一條龍這樣 怕一點點 對對對 不過其實這個飛愛... 如果不中的話 其實也很容易會被偷 欸... 因為既然李星Q1已經打到了 他...他Q2以後再按... 他Q2之後 他Q的滑的途中就可以點了 對 然後點完以後 然後... 那個腳踹在那個龍頭上 對 還有一個斬殺傷 所以其實真的是... 就... 跟李星點龍我覺得是... 很苦 真的是非常困難的一件事 除非你用身體擋住他的Q 對... 李星光他那個Q的傷害 就已經快要超過你的那個終極了 嘿... 喔... 傑拿兩個對面了 大家都有藍 太棒了 欸... 不用爭不用爭 一人一個 一人一個 已經差了8000塊了 20分鐘差8000塊 我覺得這應該是沒什麼救了 欸...很難救的一個數字 他們現在我覺得... 他們唯一要打出破口的方卡吧 真的就是... 看這個飛愛有沒有辦法抓到... 抓到傑 不過他們抓到傑的話 其實庫奇也蠻難搞的 庫奇現在裝備也是... 他三項加兒厲害的 痛到飛天 對 不過... 在這個... 石頭人跟九筒的牽制下 其實庫奇不太好輸出 他們如果能夠很順利的抓到這個傑的話 我覺得... 應該還是有得打 因為這個範 整個GI的經濟都在這個範身上 沒錯 所以只要這個範能夠什麼神奇散招的話 應該還是有機會 各種抓石頭人 石頭人被孔以後被沉默 然後被李星跟佳文黏著打 這時候飛愛來到場中 佳文蓋完大絕以後 石頭人最後還是被博生生打死 而且直接衝到後面去秒殺索納 又是一個拿索納提款的節奏 然後... 飛愛在臨死前呢 出這一拳也是有搶下一個擊殺 不過庫奇飛過來給他一炮他就爆了 那麼是一個...一換四 喔!這邊好像要打巴龍 一換四之後打巴龍 而且AD健在那就算是頗合理 也好...吃飽很鹹 還在分推 他說我是沒大 可是你也沒大 你還沒魔 呵呵 呵呵呵 欸 感覺這一場就... 會讓我們提早下班 只要他不要在這個時候斷線 呵呵呵呵 說應該是... 看起來好像也是還好 感覺雙方好像都沒有遇到 太嚴重的連線問題 對 其實我今天打了很多場 都只有在懸角的時候有問題 就是連進去之後 嘿對 就沒事了 感覺就是... 這個英雄聯盟的... 對對對 講一個超級糗的事情 有一次我電腦重灌 可是我把英雄聯盟灌在我的這個... 隨身硬碟上面 喔是 我就把那個... 主層次直接拉過去 是是是 結果他的那個... 他的那個... Client沒有跟那個遊戲層次連在一起 我選完角之後呢 遊戲層不會出來 就你只有Client 喔對 我只有Client 對你只有那個... 選角界面沒有遊戲 對我沒有遊戲 結果... 趕快去灌 趕快開始灌 然後... 灌進去之後我還... 還... 還...還... 還準時上去看到我的... 我的Lose 喔上去的時候已經看到Defeat對不對 上去正好他們在打我主堡 哈哈哈 嗯... 這個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說 檢舉你掛網 哈哈哈 我最後一秒回來了 哈哈哈 喔還是可以檢舉你掛網啊 哈哈哈 就... 感覺被攻擊的是那個Client 那個遊戲好像沒什麼問題 嗯... 兩個應該是走不同的地方大概吧 我也不曉得 沒有沒有... 實際上知道到底是... 什麼樣的狀況 喔那... HKA依舊是順順的破到了中路二塔 沒什麼意外 因為其實已經領先一萬二 然後又吃了巴龍 可是現在... GIA很難抵擋任何一波有HKA發動的攻勢 哇... 而且這邊... 佳文 庫奇也算是有一點poke的英雄 就是... 搞不好還沒開戰就要被庫奇噴爆啊 酷奇會射得他們滿臉都是 呃... 對 呃... 滿臉都是... 火藥啊 欸... 欸...對 彈殼啊 啊... 那... 確實就是... 如果被大飛彈砸到的話 因為有等差啊 應該有注意到 犯12等 然後... 庫奇14等 有等差 庫奇如果16拿到3等大那就更糟 欸... 而且這邊稻草人有先知的情況下 他們是拿不到外邊的視野 你根本不知道稻草人什麼時候要跳進來 你說... 這個時候是... 相當緊張的啊 就你會覺得說 啊...他們Dive了喔 在塔下打 輸的要在塔下打 這個是常識 然後接著稻草人就跳進你塔下 嘿... 在一個... 有稻草人的隊伍 當你今天優勝... 當你今天有優勢的時候 真的是... 還滿麻煩的 嘿... 就這樣完全逼著其實你真的一點辦法都沒有 對... 就你控制不了視野的話 你完全沒辦法控制稻草人的輸出 而且...在這種Poke能力上面來講 你看... 現在... HK整隊 包括... 酷解的飛彈的Poke 包括... 烏鴉... 包括這個... 加文甚至也... 拿他的Q出來Poke 有這種事 我忽然發現這個索娜沒有鞋子 應該...不夠錢買這樣 好可憐啊 而且他還買了兩個仙女護符來回猛 啊...進來了 要ALL IN了嗎 古拉克是把大絕丟掉 這一波拉出來讓巴龍回天血 下一波就可以ALL IN 感覺下一波就是ALL IN了 塔的血量也是頗為不妙 所以接下來要ALL IN是沒有問題的 喔...到場感覺在準備了 唉...看起來就像是... 找地方唸大 非常明顯 然後...傑在右邊 一個人... 跟石頭人單打 兩個人其實也都沒扣那麼血 可是因為... 傑的特性的關係 他要...衝回中路 然後...去大那個泛鬥 還是很有機會 不過這個九筒的清兵能力也是很好 就是要硬拆這個塔其實也是... 蠻困難的 理性也把大給踢掉 因為剛剛...小兵被九筒炸光啊 其實...如果他不把他踢掉的話還蠻危險的 現在來檢查一下雙方的大絕 石頭人...還有 索娜還有 范還有 菲娜還有 就只有古拉格斯用掉 然後...在HKA這邊的大絕則是... 李星的T用掉 其他都還在 喔...這一堆...小兵力大功 破了HKA的一塔 哇...免費撿到...撿到一千塊 喔...這隻龍應該... CIA也是不會上來抗爭的啊 喔... 酷奇又要你的... 刺兵都沒有很落後 算是濃的還蠻不錯的 欸...你可以看喔 酷奇雖然壓制他這麼大 但是...他們都已經壓在中路兵營前 這樣子壓壓壓 但是也只不過是壓不到二十隻兵 不過他們其實全隊... 懂合起來輸的還蠻多兵的 還蠻慘 加起來應該有... 一百...一百隻吧 嘿... 現在以身上的...現金來說 因為剛才... HKA有... 跑回家買一趟 所以應該都換成裝備 然後GIA這邊則是... 駝窮 喔...石頭王有一千二 但是... 還沒有買裝 石頭王感覺要買大優帶 他正在往溫泉移動當中 火鍊回家 喔喔...直接變成... 喔...沒有沒有 他買一條大優帶 他買一條大優帶 藍盾就是... 菲娥已經買了 不然這邊買了... 頭巾喔 很重要的一個裝備啊 欸...還蠻重要的 不過他已經有進化了 所以他是有兩個解 不過我看不出來他第二個要解什麼 他主要還是... 頭巾去解決的... 頭巾可能要解決的大絕 欸...對...然後進化可以解這個恐懼 這樣是有可能... 就是已經... 蠻有可能做完全套輸出啦 但是... 就要看說到底有沒有跟上對面 卡薩尼隊友的速度而已 這塔要爆啊 稍微離開一下 清一下下塔 中塔剩一滴血 喔...然後... 下塔還被硬點了一點點 太妙齁 對於GIA來說十分的不妙 左大搶起了一個針織 但是... 要把他家裡的視野給清掉 他鞋子都沒有 就埋針織了 真是偉大 他走得好慢啊 其實... 就算他彈加速都還是很慢喔 沒鞋就是這樣 其實在旁邊四階的洞 會出來嗎 好... 跳過牆...跑掉 好... 在這邊... 雙方的經濟有相當大的差距喔 而且... 巴龍已經... 又出來了 我覺得... 感覺這個破口就在這邊了 不過其實剛剛在這個... HK已經拿了一條巴龍對不對 嗯 他們壓完整個巴龍的這個時間 都沒有進步 可是他卻沒有辦法... 把那個塔壓掉 其實... 在這段時間內... 那個... 飯還賺了蠻多錢的 嘿 搞不好有機會喔 他努力的賺錯這條頭金之後 說不定事情會有所改變 我覺得HK是要加把勁 嘿 這樣拖也不是辦法 欸... 不過GIA要擋這個... 要擋這條巴龍好像也... 蠻困難的 可是覺得挺難啦 不過石頭人是有TP的 他們有這個... 防守方的這個優勢 他是有機會可以... 想辦法製造一個五打四 他如果有辦法... Ace掉HK這邊的四個人的話 就算下塔被解推掉 我覺得他們應該也都還是賺了 現在... HK已經... 起了巴龍 哇 這邊飯還在打三郎 完了完了 我覺得這個... 感覺就... 掉定了 嘿...這個... 完了完了 看到這一幕就知道完了完了 眼睛插下去 HK 後拉了... 拉掉了... 他們不知道飯不在 其實... 這個飯也還蠻勇敢的 他... 該不會是想要跟傑來打... 他想要跟石頭人來打傑一波 其實... 確實是可以啦 因為石頭人如果... 願意交大 然後犯... 暗頭間傑大傑的話 要打死這個傑並不困難 但問題在於說 你真的這樣做的時候 會不會掉巴龍 喔... 這邊好像想要搶開了 石頭人也傳過來了 石頭人的TP 位置在巴龍裡面 哇... 家文特別的尷尬 然後他跳走了 跳走了 哇...他斷到... 稻草人的大絕了 好...斷得漂亮 然後傑呢... 衝過來大了半一波之後呢 半是瞄解之後 可是還是受了很重的傷 而且他跑到下面去的時候 被其他的HK的隊友給殺掉了 這一波是一個A死 所以一攻擊 我覺得GI的這個想法 真的很棒 就是他們嘗試打了這一波 而且那個時間點跟機會 真的是非常的棒 只是就都差了那麼一點 你看這個血量 就是都差了那麼多 這個經濟真的差太多了 對 他們這一波才沒有辦法拿下 不然是都差一點點 你看HK的血量就知道 就是每一次都... 這個會戰真的算是一個... 哇... 稍微有點貪耶 就... 開戰的點還不錯 然後... 那個時機其實也是蠻不錯的 可惜就是... 前面對線上的... 的這個差距就... 帶到了後面的這個會戰裡面 因為剛才在那個會戰展開之前 其實... 就輸了大概一萬三... 左右 所以那實在是太多了 嘿... 好... 雖然... 范已經很努力了 我剛才... 非常認真的看他就是... 被傑打完以後 然後... 解開 然後閃下去 從下面偷射上面的傑 結果人家... 其他隊友趕上來打他一拳他就是... 他已經解掉傑的大絕 傑純粹是用了... 一個Q 他的那個大絕 當一個途徑 對 把... 雲落跟... 把雲落王者跟... 每個技能點在他身上欸 他就剩下一點點血 他就剩下一點點血 光差太多 WAT 都... 哇...而且這邊他還買了GA 我覺得... 這已經是... 這機會已經更加渺茫了 沒錯 也在這邊觀望一下 我覺得... 是不用看啊 因為你的隊友太遠了 你也不太可能... 他...應該只是想看說犯在不在之類的 就是我還是可以殺他 哈哈哈哈 他上一輪把閃線進化他給用了 這一輪我進去他沒得閃 那只能... 那個用秒按頭巾 然後接著還是會被我砍死這樣 欸... 居然在這邊拿到他們第一條龍 他們怎麼沒有龍珠呢 就是...這個... 稍後... 喔稍後... 因為他是... 手工上 手工上龍珠 龍珠 不是按一個按鈕就會有龍珠 要手工... 字幕哥手動 反正他都手動這麼多年 喔... 喔... 這樣子打一拖 真的假的 在對方塔下 那... 范非常努力的想要擺脫李星 加上那個... 喔... 這雖然被孔到 但是他立刻用頭帶處理掉 然後呢 這時候 雖然李星給褲把范踢掉 但是剛好讓他遠離了... 傑的威脅 所以他現在能夠稍微跑遠一點 但是傑追上來以後呢 稻草是死前恐懼他最後一下 然後他在左右晃動的時候 傑兩下就把他秒 在這個會戰開打之前 你剛剛好像講了一個字幕哥手動了好多年 對... 你為什麼要... 哇... 哇... 哎呀... 哎呀...最後一下沒中 哇... 才說他沒中他就中了 好會啊 而且他人根本沒有過牆喔 他就是沿著那個雙石像下面的牆 把那個大彈丟進去 太G級了 對... 這個把... 酷奇大絕 當作... 凱特林大絕來用啊 這個人 我今天還有看到一個影片 對... 那個凱特林G那個... 體源... 結果我傳過一加 就會打到EV 哎... 就是會有這種事 呵呵... 喔... 這邊加文 只有一個E337 好像... 打得不是很痛 不過... 他攻速倒挺快 他騎是不是 他騎就是點滿的 他都... 他都18級了喔 他應該也沒有哪個技能是沒有點滿 哈哈哈哈 仔細想的 沒有其實我一看就仔細看 他是先滿Q跟E的 他不是... 他不是先點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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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濟已經快要20k了 這經濟太大了喔 你可以看到HK 我看到HK的這個63k 我一度以為比賽已經打到了50分鐘 哎... 因為通常是到50分鐘才會有那麼大的經濟數字 我覺得GIA真的算打得還不錯啦 我覺得GIA真的算打得還不錯啦 就是他們可以用這麼劣勢的情況下 還可以 努力的夾著屁股 然後 努力的掙扎 算是非常勵志的故事 算是掙扎得很用力 嗯... 夾得相當的緊 平常有在練習嗎 啊... 凱格爾運動啊 哈哈哈哈 好那... 最後的防守喔 有這種味道 因為HK其實... 真的領先太多了 這時候要防守並不容易 哇...我覺得這個... 傑會直接殺他啊 傑看起來就是想要直接殺他啊 我話還沒講完挺硬的 我話還沒講完 傑就已經殺他了 沒錯 李星黏上去之後呢 一腳把范給踢飛 然後索納衝上來 幫范補一個大絕 讓范有一點點空間可以輸出 可是終究這個... 裝備的差距 范發現要射他們 要射非常非常久才射得死 李星有快要3000血 這...這非愛太天真啊 他怎麼會覺得傑是... 傑是可以好好勸說的呢 怎麼可能啊 根本不能好好跟他溝通 欸... 他想來個Qmiss勸退流 沒想到是一個... 一個...一個一個一個 一個... 喔...一個一個送頭啊 哈哈哈哈 我剛剛也不知道要講什麼 我...我了解... 了解你想要表達什麼 然後傑文這個時候又硬蓋 蓋完之後呢 喔...這殘血的獅頭人 殘血2000的獅頭人 還是被虐殺 好...這一場比賽其實拖得相當長 但是實際上就是... HKA其實大概在... 中...前...中期...20分鐘前 取得了一個優勢之後 就一直是...壓著... 居然...